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来说 智生于人体的隐处多极 生于险处则多凶 古代相智的理论也很繁复 它大致分为头面黑智 身体上下黑智和手足黑智三大区 每区都有一套繁琐的部位吉凶说 三大区中又以头面黑智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关于智相已经讲过不少 你身上长有妙智吗 请朋友们不妨看看下面提供智相原则 你就大致清楚了 第一 长在不见光位置 如耳垂 耳背 眼眉下 鼻头下圆 五官旁边 如眼带 鼻两边 眉心 还有嘴唇下大小如一粒细米 颜色纯黑 全红咖啡色 黑褐色 褐色 如果形状美观不规则 有爱观瞻是不好的智相 相反 生长于颜面显著处的智多数胸智 而生长于隐秘处的智则多是极智 例如掌心 脚底 胸部的智都很隐秘 故揭示极智 第二 古代像树先生多以红智为极象 意味红韵当头 多以黑智为胸象 因为波澜曲折 其中红智多以显露的好 而黑智则以隐藏为上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面无善智者为上的说法 因为人的智相多为黑智 生于面部的话就显性智 多是不好的 而红智就不一样了 古人认为 但凡红智都是人体气血之 精具之处 长有此类智项的人必须是心存善念的慈悲之人才会出现 而命力学上又有一命 二运 三风水 四机应得 五读书之说法 故多以红智为极象 主贵 第三 是非智 如果智在眉上 尽太阳穴位 有智的话 表示多小人 硬惹是非 容易招口舌之争 第四 忌水智 眼度位置 如果有智的话 就说明你寄水 容易进清 游泳又难得学会 房屋更爱受水患 挤漏水 滴水困扰 另外因为位于子女宫 所以常要为子女操心 智在眼头 只长子女 眼尾为小儿女 第五 劳碌智 如果不幸有颗智 生在眼角垂直线 及人中横线之橡胶 表示会多劳苦 辛苦命 福应较薄 而且较逸生病 及遇水灾 呼应积福 第六 中毒智 在上唇之下的阴暗位有智 代表你容易受阴湿的损伤 尤其是容易中毒 所以不要太贪口服 智的四周也不要乱贴东西 第七 魅力智 就像玛丽莲梦露 心敌克劳富 巩力的魅力智 表示有福之余 还非常妩媚 容易吸引异性 不过小心惹桃花 第八 内智 很多人都知道眼角下有之不好 代表情绪化 感情用事 容易因此影响事业 倒使感情事业两失落 第九 客妻智 如果你老公两眼之间有智的话 表示会影响妻子命运 尤其是身体 如果女人有 得要寄水 不易做水上活动 亦有凶险 第十 旅行要小心智 眼眉尾有智 你旅行就要小心 因为这立志啊 代表你去旅行亦有灾祸 不要忘记买重旅行保险 智相认为 智上长毫毛 就像山上有草木一样 这是所谓妙智 长这样智的人为富裕和有教养之人 以下三十颗不同位置的智 好不好 请你对照一下 第一 发中有智 富贵 头发中有智 一生不愁吃穿 第二 额头有智 大贵 这是非常少见的额头上的七智 此人一定是大富大贵 第三 应堂有智 主贵 应堂有智 男性显贵 女性显富 第四 天庭有智 防身 天庭有智要注意 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害健康 第五 鼻梁有智 病苦 鼻梁上有智会导致身体不适 容易受伤害 第六 眼皮有智 腰智 眼皮有智者容易迷惑他人 别人不太容易识别其真伪 第七 耳珠有智 主财 耳珠有智者财运不错 但是容易财来得快也取得快 别人为了穿耳环把智打掉了 结果财也漏了 第八 鼻头有智 招小人 鼻头有智者往往招惹小人 导致心情不畅 灾难不断 第九 右脸有智 主贵 右脸有智者体现在贵上 如果你还没有出现 那么就看看你什么方案了你 第十 左脸有智 主福 左脸有智者应该有福气 但是往往有人会错失良机 福气也会减弱 第十一 左脸有智 主财 这里实际上男性更加适用 女性往往体现在望夫上 第十二 右脸有智 主兽 这里实际上女性更加适用 男性往往体现在望妻子上 第十三 耳根有智 害病 耳根有智要小心 但是即使点去也没有用 需要其他方面注意 第十四 耳内有智 主兽 耳内有智是长寿 但是也有人不停掏耳朵 结果掏不好 影响健康长寿 第十五 嘴角有智 聚财 嘴角有智是实智 说明此人衣食无忧 第十六 唇上有智 主是非 如果智在嘴唇上 那么不是有是非 就是招小人 还会乱桃花 第十七 眼帘有智 辛苦 眼帘有智者做事会比较辛苦 往往事半功倍 不讨好 第十八 前脖有智 招小人 前脖子有智容易被人掐 男女问题上容易被异性牵着走 亦桃花结 第十九 后脖有智有靠山 后脖子有智表示有靠山 做工作经商都能有贵人相助 二十 肩膀有智 挑重担 肩膀有智者往往担任重要工作 责任重大 不易轻轻松松生活 二十一 乳房有智 招桃花 乳房有智者不论男女都容易招桃花结 感情生活丰富多才 但是容易破财破色 二十二 手臂有智 主生财 手臂有智者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财位 理财能力强 二十三 手掌有智 主富贵 手掌有智者管理他人如果管不好容易给人小鞋穿 二十四 两腿有智 使奴仆 两腿有智者往往被他人拆遣 比较适合做劳力工作 二十五 脚背有智 招小人 脚背有智者容易被人踩 招惹小人捣鬼 需要防备 二十六 脚底有智 踩他人 脚底有智者恰恰与脚背有智者相反 时不时给他人穿小鞋 二十七 肚脐有智 性欲强 肚脐周围或肚脐内有智者性欲强烈容易发生桃花结 二十八 屁股有智 屁股能智者 能独当一面 管理工作会有条不紊 二十九 生殖有智 招桃花 生殖器官上有智者性欲强烈容易发生桃花结 三十 下巴有智 主财富 下巴附近有智说明有财富伴随一生 但是不动产居多 因此适合投资或祖上有遗产 另外需要和朋友们说的是 智相认为 红至极 黑至凶 给出一句话 即黑而木 赤如猪 应缘高者方贵 中平小贵 换言之 红色的智 色则好 而风缘隆起的为贵败智 帝王中长有此智 是吉利之智 茶褐色的或者黑色的智 都为死智 为不吉利之相 所谓黑者胸 红者吉 红在黑榜 化胸为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分享 再见